中台灣的公民道丁來稱香港挺香港自主的一個行動、一個晚會 那我想今天為什麼在這裡圖筆太多說 我先簡單的敘述一下 我們待會幾個小時進行的方式以及會有的內容 我們會有香港連線 有台灣的朋友、香港的朋友 在你所看到現在螢幕裡面的現場 他會來跟我們談談他在香港這幾天的觀察 以及我們會有台北的連線 今天在台北也有一場 其實在彰化、在台灣其他的地方 有好幾場的晚會以及行動 我們會有台北的連線 還有在這裡各位會有事情可以做 我們會進行一個簡單的討論 談談香港也談談台灣 或許也會談談台中 所以今天在場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會有事情可以做 會有具體的行動來支持香港 我們知道說9月22號開始 香港的大學生開始罷課 有一點奇妙的感覺是 似乎這一次台灣社會跟香港很密切 這個感覺其實我覺得有一點難描述 我自己的觀察是 過去我們談到香港 都會談到香港的經濟 談到香港很有錢 而這一套都是我們的執政者 在告訴我們香港多好 台灣多麼的封鎖 多麼的跟不上進步 現在的香港 反而是 我再補充一下 過去是政府在描述香港怎麼樣 民間社會對於香港的認識 似乎只有透過港星 劉德華、郭富城等等的港星 我們對香港的刻板印象 再加上飲食飲茶 似乎只有這樣 到底香港社會追求什麼 在這幾年來 中國在97年之後 統治了香港之後 到底香港社會有什麼樣大的改變 我們似乎 在台灣的生活裡面 很少有機會 認真的去看 認真的去接觸 如同我一開始談的 好像我們這一次跟香港非常的密切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 是大家看到屏幕裡面 部幕裡面看到的 這樣的抗爭場合 這種Buck的模式 台灣很熟悉 3月我們歷經了一場 幾乎一個月的過程 許多人過去不關心公共事務 現在關心了 過去不願意參與很多 不只是抗爭 還有其他討論的行動 關懷你生活周遭的行動 現在開始了 就像台中出現了很多的公民團體 就像彰化 苗栗 基隆 桃園 出現了捍衛家鄉的青年團體 這是3月以來 台灣的變化 香港呢 到底香港這一次 是爭取什麼 我們看是 好像是為了爭取 普選 爭取可以提名 由公民提名候選人 這樣子一個訴求概念 可是真正的生活 香港人在香港 在他的家鄉 真正的生活 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這是我們今天 或許有機會 可以了解的 補充一下 今天我們也會有很多的 香港的交換學生 有在東海大學的 等等的學生 會來到現場 他們會跟我們談 剛剛談的這一切 那 我自己的感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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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政府的反應非常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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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怕 去掃到 去掃到台北去 去掃到台灣的政府 插播一下 那個現場有那個 香港的朋友 然後 就是因為知道我們辦這個活動 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些那個餅乾 對 然後來發送給那個現場的各位 對 然後就是 我們大家掌聲 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 我們風雨同路 港台鄉民風雨同路 對 因為我們表定的那個 香港的學生 欸 Sindy 對 因為他有一點事情 因為他這兩天在東海 東海校區有進行一些活動 然後他們的活動的某一些標語 現在就被那個 學校拆掉 然後有些東西不見 然後 所以有些突發狀況 他們在處理 所以比較晚到 對 所以我們就 待會兒我們會先跟 香港那邊的 就我們 台灣的朋友在香港那邊的 先做一個連線 然後在這個連線之前呢 我先來稍微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就是這一次 這一次就是他們香港 香港就 霸課還有學生 學生運動還有戰中 這次的一個活動 還有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就辦這個活動 簡單講我們辦這個活動 其實支持的其實就是一個普世價值 就是一個基本人權 一個 一個民主 對 一個真民主的一個普世價值 然後 我們在看待 就看到就是這幾天 就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就是 就是在 整個面對 面對整個學生 還有香港人民 爭取真正的一個普選 這樣的一個訴求 然後他們用最 最激烈的一個手段 催裂瓦斯 催裂瓦斯 距離上一次 香港政府用催裂瓦斯 對付香港居民 已經快五十年前了 已經是一九六七年的時候 對 上一次 然後距離這一次已經四五十年 然後在這個 就是說整個在 他九七回歸之後 然後整個香港的一個情勢 然後整個一直被緊抓 然後香港的居民 香港的人民 對於整個 整個北京當局 對於他們 當初的一個承諾 然後 沒辦法 沒辦法 一一的 來實現 然後一直緊抓 這件事情是香港人民 一直沒辦法忍受的 然後一直到前幾天 我們也看到 當 當他們發射了 八十七枚的一個催裂彈的時候 香港人民有沒有退 香港人民有沒有退 沒有 沒有錯 香港人民 對 他們繼續 越來越多的人 湧上街頭 他們以為用催裂瓦斯 對付香港人 香港人就會退了 他們以為用催裂瓦斯 甚至放出風聲 說要用 說要用橡膠子彈 對付香港人 香港人有沒有退 沒有 本來 數千人 上萬人 這幾天 催裂瓦斯之後 高達 八萬人 甚至 這兩天 聽說人數還繼續在增加當中 而且 現在佔領行動 已經從 已經從 罷克 已經從 戰中 從立法會的一個邊緣 已經 在香港 四處擴散 不只在香港島發生 甚至在九龍旺角 民眾都發起了自主性的 一個 自主性的一個佔領活動 然後罷氏罷克的一個活動 在 香港 我們要知道 香港這個社會 他們的居民 他們年輕人 到底要爭什麼 他們爭取的到底是什麼 我稍微跟各位補充一下 香港社會 香港社會 一直是一個 英國的殖民 殖民地 然後 他們的一個社會的一個 整個 停戶差距 其實是非常大 然後尤其 在九七之後 其實 他們的整個貧富差距 並沒有改善 反而其實 越來越嚴重 香港的一個年輕人 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朋友 她的女朋友在 就在香港的成品工作 一個月是差不多 一萬塊港幣 一萬塊港幣 你會覺得 一萬塊港幣 相較台灣好像薪水不錯 好 她做一個房子 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 小小的一個房間 所謂的當房 差不多換算台灣 差不多兩坪大 一個月 要四千五 四千五港幣 所以 然後 如果 如果 你要稍微 住得 好一點點 所謂 類似你一個 年輕夫妻 要住個 差不多 兩房 然後換算台灣 他們四百平方英尺 超台灣十二坪大 在 在香港島和九龍地區 租金超過一萬二港幣 到一萬四港幣 十幾坪 一萬二到一萬四港幣 然後 整個在居住的一個條件上 成本非常高 然後 我剛才講的 在成品工作 一個月是超了一萬塊 但是你住的一個成本 其實就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 他們有一個政策 是公共房屋 然後是提供給那種 收入比較低的人 然後你可以去申請 但是 很多年輕人 他們說 以他們單 單身 或是說 就是那種 剛結婚的一個狀況去排 可能排個八年 或是十年 其實排不到了 那種公共房屋 然後香港現在 一個居民 差不多有三分之一 是住在這種 所謂的公屋 就是 我們所謂的社會住宅 我們現在台灣要推了社會住宅的這樣的一個房屋裡面 那 他們還有一個東西叫居屋 居屋 居屋 是 所謂的 差不多類似接近我們台灣的一個國民住宅 我這兩次去香港 因為我上禮拜六 上禮拜五 晚上剛從香港回來 然後我特別去看了一下他們二手的居屋 就是二手的國民住宅的一個售價差不多多少 差不多四五百平方英子換算 換算我們台灣的一個坪數 差不多十二坪到十四坪 十五坪左右 然後 香港 香港那一邊 他們 平均售價差不多四百到六百萬港幣 十幾坪 然後售價四百到六百港幣 然後換算我們台幣的話 換算我們台幣的話 差不多是一千二到一千 一千六百萬台幣左右 換算起來 就是那種小小的單位 每一坪 光是二手屋 一坪每一坪都要超過一百萬台幣 就是那種十幾坪的那種單位 然後 這種貧富差距 還有就是居住條件 的一個 成本相對的高 其實已經造成香港社會 階級流動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階級流動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已經不再是那種 你今天只要打拼 我就有機會 我就有機會翻轉 所以現在的年輕人 香港現在的年輕人 還有所謂的那一種 就是比較低收入的 或中低收入的 其實生活的 其實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然後在這種狀況底下 他們對整個社會的一個制度 跟現象 其實是有很大的一個不滿 然後再來就是說 在九七之前 中國政府已經透過一系列的一個政策 包括他在六七零年代 就開始建造所謂的東江水 然後提供給香港 提供給香港自來水 自來水的一個系統 在這個系統建造的過程當中 香港人就意識到 當我自來水都要依賴中國的話 那我們之後跟他們的一個關係會越來越緊密 是沒有自主性沒有獨立性 然後漸漸的 他們又透過政策去鼓勵農民北上 然後農民北上 然後很多的農民北上之後 自使香港其實以往在八年年代 他們的一個蔬菜一級生產 就是日常生活用品蔬果 然後還有魚肉 還有就是說 這些動物性蛋白質 其實他們的自給率都還有七八成 然後到目前為止 這些自給率 其實都已經到個位數了 在這種過程當中 都無情當中 就讓香港香港這個城邦 香港這個地區 越來越依賴中國 越來越不可割捨 不管是水 不管是電 然後不管是民生 一級生產生產品 然後你的民生用品 這些都越來越離不開 然後接著 接著就是你的經濟的一個依賴 經濟的依賴 中國政權 北京當局 他透過 透過籠絡這些所謂的資本家 所謂的權貴 然後把最有錢的 9月22號那一天 學生在罷課 然後香港的前特首 前特首帶著 香港最有錢的一票人 70人團 去北京 去禁見習近平 然後去那一邊 被摸頭 被摸頭 整個香港人看到 都非常非常的憤怒 非常非常的憤怒 香港 已經被 北京當局 跟有錢人 對 連手掌握了 那 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一些 因為 這一些是 整個香港社會 現在的一個背景 然後 也是 中國 現在在對台灣進行的 類似的一種策略 中國政權 目前對台灣 一樣 他讓很多的所謂的台商 過去那一邊 賺了錢 透過這些賺錢的 台商回來 開始 併購台灣的企業 誰在大陸 誰在中國賺的錢 康師傅 為家 回來做什麼事 併吞 台灣 收購台灣 收購台灣的企業 誰在中國賺的錢 望中集團 在中國賺的錢 回來 開始收購台灣的媒體 這個完全跟香港一樣 香港所有的媒體 除了蘋果之外 除了蘋果集團之外 已經沒有人 已經沒有人 在 在 用第四權 在監督 中國政府 在監督 香港 香港政府 而目前 目前 中共 正透過 第一階段 透過這一些 這些資本家 逐漸的 直接 直見的在 收買 在收容 然後在 控制 台灣的媒體 跟整個 我們的一個產業 完全 就是 複製香港 這個狀況 所以 今天 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 除了 今天 我們聲援的是 一個爭取民主 尊重 基本人權的一個普世價值之外 香港 香港 會是台灣 跟中國關係 非常好的 一面禁止 我相信 在座各位 並不是全部的人 都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我相信 一定 有人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 在民主社會裡面 我個人是非常尊重 雖然我個人 我是支持台灣獨立的 但是我會尊重 選擇保持現狀的人 對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 我們要選擇獨立 我們要選擇保持現狀 台灣要走向哪邊 這是一個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共同要討論的 要共同一起去討論的 要去面對的課題 但是我們今天要去面對的 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 powerful 非常非常 對台灣 有影響力 而且正在影響著台灣 正在影響著香港 這樣的一個政權 就是中國 就是北京政權 我一直很想分享 分享就是說 我上禮拜 上禮拜在香港 然後我遇到了 遇到一些年輕人 然後香港因為 他們在自由行開放了之後 每年有將近三千萬人士的一個 中國遊客的一個進入 然後導致他們整個生活品質 在香港島幾乎你看到那個 蘋果專賣店 在香港你看到蘋果專賣店 有超過七八成 全部都是中國客 然後在香港島上 在九龍半島 有很多的商店 然後因為中國客的進入 全部變成是賣珠寶的 然後變成是賣 是賣觀光用品的 是這樣的一個商店 甚至就是說連 連香港本身 香港本身就是某一些外圍 外圍的一個街區 外圍的一個街區 那種新市政 應該是販賣 販賣民生用品的地方 都因為這些自由客的一個進入 然後致使整個所有的一個商店 都變成是在販賣 就是那一種遊客取向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經營策略跟經營方向 整個這個過程 致使整個香港居住的一個成本又增加了 然後他們的一個消費的某一些方便性 某一些應該有的基本的那種功能性 逐漸的在消失 所以在香港這幾年 其實逐漸的有一些 有一些所謂的本土意識 有一些甚至是那種所謂的 反中國客這樣的一個聲浪出現 這個狀況跟我們台灣會有一點類似 會有一點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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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今天很想分享一點就是說 我前幾天 上禮拜 上禮拜我在香港要回來吃錢 然後在他們 霸客就是靜坐現場 然後在一個攤位叫左翼二十一 然後他們做的是一個勞工 勞工權益的一個關注的一個議題 然後我在那裡 然後坐下來 然後坐下來在那現場 除了香港人之外 還有我一個台灣人 然後其實還有四位 就是中國的一個交換學生 當我們在談論到就是說 彼此在談論所謂的 中國跟台灣 中國跟香港的一個關係 的一個想像的時候 大家都彈開了 然後我就說 我是台灣人 然後在台灣 你問台灣人 他的一個認同 有八九成 會說 我是台灣人 不會說我是中國人 然後我也直接很大方的說 我是台灣人 然後我支持台灣獨立 然後我甚至支持香港獨立 並不等同我一定要仇恨中國人 為什麼這樣子講 為什麼這樣講 有人出現了問號 然後現場也是有人出現問號 我就跟他講 我的出發點很簡單 今天中國 我們在談到中國因素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想說 中國對台灣就是一個威脅 要不然就是在台灣 談到中國兩種論調 一個中國就是機會 有很多賺錢的機會 第二種中國就是一個威脅 對台灣是一個很嚴重的一個威脅 所以我們應該跟他們隔絕 不要跟他們有往來 但事實上 事實上 就這個 這個國家正在崛起 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 不得不面對的 所以我那天跟他講 今天 所謂的中國 他有幾個不同的一個意涵 我們指的是一個 中共 北京這個政權 還是中國 那些權貴資本家 有錢人 還是中國 一般人民 還是中國 公民社會 當我說 我支持台灣獨立 並不等同 但是我並不仇恨中國人 是為什麼 一個中國人 他出生在中國 不是他人選擇的 一個中國人 出生在中國 在這種體制底下被教育 也不是他人選擇的 今天因為他出生在中國 而我歧視他 甚至我仇恨他 這其實 就是一種歧視 甚至是一種種族歧視 是一種 這種東西 其實是違反了 我們的一個普世價值 今天台灣社會 如果要成為一個更成熟的 一個公民社會 一個更進步的一個社會 我們追求的那種普世價值 是我們必須一視同仁的 所以我跟他們講 今天如果台灣的一個公民社會 能夠跟香港的公民社會 跟中國的公民社會 對有多一點交流 然後互相分享經驗 然後進而 我們可以共同來抵抗 這個 這個 中共政權 然後這個 剝削的扭曲的 一個貧富 造成貧富不均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體系 那我們是有機會 站在同一條線上的 而當這樣的一個公民社會 當亞洲地區 這樣的一個公民社會 越成熟的時候 互相扶持的時候 其實 是我們整個亞洲地區 整個社會 其實越來越穩定 我們當中國這個威脅 這個政權 可以被改變的時候 我們的威脅相對會降低 所以我願意跟中國人交朋友 當我說完之後 在場的幾位 中國到香港的一個交換生 他們接著發言 那如果台灣人 台灣人 絕大多數的人 都選擇獨立的話 那他們也支持獨立